花莲市各部落丰年祭星期六陆续登场了 而市长魏家燕一一前往参加 除了资政文化活动礼金也强调 搬礼丰年祭的重要意义就是传承 而施工所会支持各项部落事务发展 也鼓励部落的青年们踊跃返乡来参与活动 让原民文化代代传承 花莲市各部落丰年祭星期六陆续登场 市长魏家燕一一前往参加 除了资政文化活动礼金也强调 办理丰年祭的重要意义就是要传承 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我们都是我们花莲市的一个丰年祭的一个展开 那今天好几场 那在这边我非常的开心看到我们所有的娃娃 跟我们所有青年朋友一起跳着大会舞迎宾舞 那在这边家燕自己也是原住民 我的外婆是原住民 所以我更能了解到部落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那刚刚也有问我们所有部落的主人们 我问他说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丰年祭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其实跟大家说 我们背后的意义就是将我们文化传承 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也是我们地方政府持续要来推动的 在这边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主人一切平安 那也要跟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头目或是家政班 或是我们妇女会青年会等等 也希望我们持续的让我们孩子一起来 参加我们部落的所有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了解到部落传承的文化重要意义 那以后也可以让他们传给自己的孩子 那也希望说我们任何一项推动的一个活动 孩子们都能够持续的来参加 最后祝福我们族人一切平安 好来 顾改 一到早从拉苏丹部落 格努伊部落到下午的吉科普部落 还有达苏达苏南部落 市长魏佳燕亲自到场和部落族人同欢庆 看到各个部落从娃娃 青年 妇女到全体族人 穿着传统服饰 迎唱歌谣 跳着舞蹈 充分展现了原住民的热情和活力 魏佳燕强调 施工所会持续支持各项部落事务发展 也鼓励部落青年 踊跃返乡参与活动 让原住民文化代代传承 借吕贵幻市报导